國際交流電我們來關心的就是 埃及臨時政府發動的血腥鎮壓 處處是槍林彈雨 目前我們得知最新的消息 死亡人數已經高達了六百三十八個人 還有四千多位民眾受到了輕重傷 這當中有四名記者 在埃及採訪過程中不幸喪命 當中有一名來自英國天空電視臺的 六十一歲攝影記者叫做迪恩 他在重彈前一刻 仍然是敬業的扛起攝影機 記錄現場的槍林彈雨的情況 而他在生前所拍攝的最後一段影片 也在今天首度曝了光 槍林彈雨的埃及街頭 槍響從來沒有停過 不斷有重彈的民眾 在同伴匆忙掩護之下 被抬離現場 開羅的暴力衝突 透過畫面血淋淋呈現 沒想到英國天空電視臺 六十一歲攝影記者迪恩 在拍攝完這段影像之後 不幸 重彈身亡 消息傳回英國 迪恩的電視臺同事 都感到震驚難過 迪恩在電視臺工作長達了十五年 曾經派駐華盛頓和以色列 是相當資深的攝影記者 而為了忠實紀錄埃及動盪 他扛著攝影機衝前線 卻因此混亂戰場 記者在埃及冒著危險連線 連命都交在老天爺手中 目前總共有包括迪恩 以及來自埃及杜拜等在內的四名記者 不幸在採訪過程中喪命 為工作犧牲讓人敬佩 卻也令人惋惜 東三新聞劉佳 黃盛博報導 李宗盛